在国外,孤独症干预要花多少钱? 那这个呢,要看家里有没有再保险了 因为像孤独症小朋友的行为干预治疗啊 跟拔个牙,生病看个医生,做个心理咨询 这些都是可以走医疗保险去报销的 但是报销也不是全免费啊 每年一开始花的这大几千美金 三千多五千多 那这部分都要自讨药包 但是如果你超过了这部分的花费呢 报销比例就很大 报完销算下来每个小朋友一个月的干预治疗费用 大概在几百美金左右 但是如果没有保险 就有点阴谋了 因为全部自费做干预真的太贵了 之前我带的一个个案 爸爸当时刚刚换了工作 全家保险中间就有个空档期 但是小朋友年龄小 才两岁多 干预就没有停下来 差不多在机构 我记得是待了六个星期 全部自费下来大概在两万刀啊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算个账就明白了